4月12日清晨8点24分 布鲁克林地铁站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斯里兰卡正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因着燃料和能源极为短缺 政府长期的限电政策引爆了强力的示威潮 4月12日清晨8点24分 布鲁克林地铁站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根据警方的说明 当时通勤尖锋时刻 对犯释放出了烟雾后开始朝车厢内扫射 此次枪击造成了至少29人受伤 其中10人遭枪伤并紧急送医救治 经过大批警方全力追捕 凶手终于在15小时后落网归案 虽然本次并非是恐怖攻击事件 但枪击犯罪日渐激增已造成人心惶惶 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医治 布盖在纽约和全美国的人民当中 近月来 斯里兰卡正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因着燃料和能源极为短缺 政府长期的限电政策引爆了强力的示威潮 因俄乌战争导致全球通膨 更使负债的斯里兰卡经济政策接近崩溃 民众因长期缺电缺粮缺药品 愤怒的群众纷纷上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 有41位国会议员也在同时退出执政联盟 导致行政部门瞬间陷入瘫痪 让我们为斯里兰卡来祷告 求主耶稣掌权 赐下平安和昌盛 4月8日南非大范围降雨 成为了最严重的内患 当月11日 重灾区与世更是上升九级大雨的警告 重灾区跨竹鲁拿塔二胜 此次洪灾至少已攀升至59人死亡 多人失踪 许多受困于瓦利下及汽车内的灾民 因无法及时获救而不幸上升 重灾区的道路与房屋也遭土石流冲毁 许多被掩埋的墓地人骨也遭洪水冲刷暴露在外 14日的降雨强度虽然已减缓许多 但洪灾造成的破坏 使修复家园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 愿神的平安充满在受影响的百姓心中 来取代他们心中惊慌恐惧及担忧 让我们一起将这些国际事件 也放入在我们平常的带导当中一同守望 想关注更多的报道 欢迎订阅今日报的频道 收获最新消息 愿上帝赐福你 Amen 请不吝点赞福你